你的小故事 我的大新闻 欢迎收看PayPal公民新闻报 桃园市的浦星过去曾经是眷村聚集的地方 现在随着改建 传统的眷村已经看不到了 有眷村的第二代创立了浦星眷村故事馆 积极保留眷村的故事和回忆 浦星位于桃园市扬眉区之东径 早期这里是眷村的聚集地 像是光华二村 四维新村 三龙新村等 共有九个眷村 当时也因为这些军眷人口 而带动了浦星地区的发展 但在民国八十六年至九十四年间 眷村进行改建及拆迁 现在所看到的补兴公园 四维大道商圈 大马路及住家等 这些地方从前都是眷村的聚落 如今已经找不到眷村旧房社的遗迹 当地居民也渐渐地遗忘眷村的记忆 现今只有金融社区活动中心得以保存下来 并在民国一百零二年成立了补兴眷村故事馆 团队积极地保留眷村文物及老照片 并希望能建立一个补兴眷村共同的家 在这里可以看见当时的童万 黑胶唱片 门牌 勋章 眉球等 除了静态展览 还会举办一些动态活动 例如桃园眷村文化节 而除了保存文化记忆 每周二至周四 还有社区关怀据点的活动 而目前他们仍继续收集着眷村的故事 并集结成册 故事集在馆内才看得到 理事长说 你要回到这里 这样才能联系感情 眷村二代透过不同的方式 希望能将眷村的记忆及感情 一直延续下去 许多孩子不是资质不好 而是欠缺一个机会 一群彩虹妈妈们 为弱势孩子的客服计划 展开街头募款 虽然辛苦 但也获得满满的感动 许多人掏出零钱 希望小小的力量 可以化为更大的爱心 当那个第一个铜板 进到那个木盘箱的时候 我不晓得我觉得那一刻 我非常的感动 我觉得有人愿意给 就是一个老先生 一个老太太 他们就只是坐在路间 看起来没有什么表情 可是他就是愿意这样子去做 这样一个小小的铜板的奉献 我觉得很珍贵 在地上卖菜的阿吴 其实他的收入也非常少 可是他很乐意的捐出 他收入里面的可能比例 比较一百块 一百块对别人来讲 可能是小钱 可是对他来讲 他是付出很多 我觉得爱心没有分打下 不管他是拿出一块钱 十块钱一百块 对我们来讲是意思是一样大 为绿光付出 我们也很愿意说 有这种举动 去那个为学生募款 我们也很开心 我真的很感恩 若是家庭特朴去款 我们稍微学到你 请 uncertainty 请不吝点赞 带人